各位晚安,香港時駕晚上10點半左右 本來是這節講BNO,BNO就放到下一節 我調了時間,本來這個時間我應該在火車上 就是因為火車的延遲,結果我回到我家 我拍完後再看怎樣處置餘下行程 但在我火車延遲期間,劉正不單止沒有認真看待他在學術上的失敗 而且還要老屈我,直到這一刻我都未評中電大西北的電眼火警 你們老屈一堆我根本完全沒有說過的東西 這個一定是誹謗 我只知道你大閣嘴的家在哪裡 我一定會再派個私訊 或者我直接要求Facebook把你餘下的,你原本有八個阿明 我就沒有了兩個,我就可能把餘下的六個阿明 我都全部清除 我想我不會客氣的,對這些沒有告理說的 這個是爛仔 白兵就不用說,白兵他也會收票的,告訴你 白兵我會開始蓋他的地址 我也會查他跟這個混水之間沒有這個僱傭關係 這群人,老實說香港真的被這群人搞到污煙瘴氣了 這群人真的是垃圾,我可以鼓勵大家舉報一個白兵一個流星的匹 舉報到暗台為止 這群人渣 最好怎樣呢?Patreon如果 顯示他的資料那些,你告訴我吧 哭他的家,這些叫網外黑社會 大家是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態度 如果他沒有辦法正確討論問題 見不到就報MI5 在抹黑英國的研究是報MI5 他的真名葉建豪 用他日本研究系的資料,然後就告給MI5 他是居英權的英國公民來的嘛 你幫中國做的幫得這麼過癮 你這個大個半個罪,撲起的街,這個是崔醫神來的 好 言歸正傳 你問我怎樣看中大大西北火,電暗火警 我覺得就跟這個 啊 中電那個業績無關 炒洞東西 尤其是這個人員格格這麼誇張 炒洞東西我就覺得無可厚非 炒過洞 但是你問我中電這宗大西北火警 有幾個點 我覺得很可疑 第一 究竟 為什麼香港政府到現在都沒有說過話 以往這些場合 香港政府一定說話的 一定是 說會追究事故責任啊 會調查成因啊 那些事情 沒有 有幾多宗運業事件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些就是極權政府 沒有民主壓有民生就是這些 是不是 跟著就一 你跟著那些熱狗一有事 就抽這件事 就不是追究那個終電 或者香港政府的問題就是你老屈我 這些就是人渣 這些 你就明白極權政府的心思在哪裡 極權政府的心思就是自己為自己的利益 我告訴你 所以為什麼沒有民主壓有民生 因為你有民主 你才有 當政者才會關注民生 沒有民主的 當政者才會關注他自己而已 你 說什麼民主會好 有效率 民生會改善 那些是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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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的是騙案來的 那些 那些說 什麼 什麼 葉普成說自己 什麼好為手足 那些 他為什麼手足啊 手足為什麼而打的 那些是騙你的 那些真是騙你 那些 第一 香港政府去了那邊 那些老共的友仔去了那邊 沒有啊 走光了 不知道去了那邊 那些民建權沒有啊 這個 第二 就是為什麼摩家家電岩起火 我看就不會 未必是中火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件事 呃 這些電岩局 特別這些 這麼主幹的高壓電岩 它那個 內火度 以至那個安全度的要求 是很高的 因為你說 你傳輸的電力 你不是說 我們家裡一般 大約300伏 380伏 或者220伏 這些這樣的電力 我們不是說 我們是說 Single Phrase Free Phrase 這些家用電力 我們叫三雙四線 我想有些人 熟練工那些 熟過我 你說的 你傳輸當然是 以千伏 或者以萬伏 特計的電力 OK 那個安倍數字 都是很可觀的 電力的時候 喂 你傳輸這麼大的電力 你的安全度 你還要整條橋 你這樣擺起 整條這樣的橋 在這裏 大家會對這個安全 有很多擔心的 其實 你是不應該這麼容易 無垃垃起火的 我就會 在這裏想 你當初 那個採扣政策 有沒有發生問題 有沒有說貪便宜 買了一些 防火的程度 未扶理想 的 那個材料 這件事 真是擔心的 這件事真是擔心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你 電線的要求 比如以前 有些電線師傅 香港 我還沒離開香港 我還在德國 不是 我還在香港 我還沒離開香港 還在德國 那些電線師傅 是有要求的 他不是在大陸電線 中國做了電線 因為中國做了電線 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 絕緣 絕緣 體的包 那個品質 不行 很容易出事 很容易壞 但是 現在 好了 過去幾年 香港 你不樂為得這麼厲害 那我就有一個問題 究竟 你中電的採購政策 有沒有 買到一些 可能貪便宜 減低成本 買了一些 根本上 規格上有問題的東西 這件事我覺得 是很值得問的 當然 你起貨有很多原因 起貨真的要找專家去研究 我不會陰謀 這個 但是問題就是 至少有一點就是 電線的絕緣體的包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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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引發火警 這樣引發火警 這個是很不實際 我又不 如果你說這裡是松林地區 這裡是電線塔 是松林 是森牛郊野公園 因為天氣降噪 風高密噪 風高密噪 或者閃電 激中 雷激 激中 導致火災 這個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到處都是會停電的 如果是這種 我或者英國 甚至德國都會停電 我告訴你 這個是唯一的答案 OK 那個是不能解釋的 那個是不能解釋的 那個是解決不了的事情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一條橋 你這條橋 你這條橋的電線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裡是要問的 那個 如果不是很牙醫 什麼事 如果我想想 如果 是的 比如我們家裡 自己做裝修的 用的電線是好的 用法國做的電線 用德國做的電線 可靠水平 跟德國一樣 或者跟法國一樣 但是 哇 原來電燈公司買的電線 為了省錢 買了一些貨品 哇 哇 糟了 還得了呢 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些 這些位置 大家沒有監管 沒有辦法監管 我們看不到 OK 你不是說 你香港更年禮不樂壞 你又不會好像 西方國家 那樣 可能我電力部門 根本就是 電燈公司 根本就是市政府 你有什麼政治上要問責 就是電燈公司 你搞出這種事情的話 隨時就是 是市政府直接要扶上政治責任 就好像我 Dusseldorf Dusseldorf 那間電力公司 是 Dusseldorf市政府的 Dusseldorf市政府 全資擁有 那沒什麼 那間電燈公司 有什麼事 他怎樣 他有什麼事 他出了事 那 他出了事的話 他要 我要負責 他要市政府 要負責的 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是有政治問責的 但問題 香港所謂是私營電燈公司 電網本身 是私人擁有的 而政府沒有監控這些電工程書 近來 又沒有做事 我不知道 可能明知道是中國 逐隻眼開 逐隻眼閉 我怎麼知道 所以這些 基本的 基本細節要交代 那條電線是什麼 火災的起點在哪裡 火災的起點在哪裡 火災的開始點 在電線本身 如果是煤氣管道 如果附近有什麼管道的洩漏 比如煤氣管道洩漏 我想問為什麼煤氣管道會洩漏 然後發起火花 然後導致那個絕緣體包的防火程度去到什麼地步 這些全部都要問 這些資料平日不披露的 香港因為不是民選政府 結果一點是沒有負起監管責任的事情 所以沒有民主和民生而已 你不跟譬如說德國的 譬如說這裡的牛電跳套制那些 用三十年四十年都沒問題的 因為那些很嚴管的 甚至你看回以前 以前香港的房子 香港的房子最好質素的時候 那些電工的東西是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質素最好 因為那些大部分用英國的東西 英國的東西其實就是歐盟規格的東西 其實就是跟德國規格而已 歐盟規格就是跟德國規格 你跟德國規格是不會壞的 你不會有什麼事的 很少因為電器危險而出事 極少 我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但是很少 因為德國的標準 再加上英國本身的邊緣 是非常蛇距的 你看看英國的三隻腳 英國的方形腳是全世界最蛇距 但是最安全度最高的插頭 我告訴你 英國標準 英國標準是最安全的 其實就算 我認識的德國人都說 其實英國標準是最安全的 事實上 還要有一個測試 你知道香港和英國的插頭前面還有一個測試 德國沒有測試 沒有這些 是英國特別注重安全 英國特別蛇距的 但是你看到遠東地區 香港有多少因為電的問題 造成火災 比台灣少很多 我真的 少很多比台灣少很多 爭的 問題就是 我現在就會問 你中電 你究竟在近年的採購政策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不是 維持一個可靠的採購 如果你不是 那就大件事 但是大家交這麼多電費做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究竟我們是怎樣看電器採購安全 或者譬如你買的工具 那些 譬如你的 Sparking Point 你是在 一些 變壓器那些出事的 或者一些電器配件出事 一些 可能一些鍵的位置出事 那我就會問 你買了什麼東西 你更加買了什麼東西 我就會問這個問題 這些買的東西 以前很少看的 以前 你問港燈呢 港燈我就不是太擔心的 港燈 我在離開香港之前 因為我離開香港之前 我認一七營的生 我看到港燈買的那些工具 基本上 譬如金鐘那個大型的變壓 那個變壓牛 那個很大簽伏的 金鐘海邊那個 那些是三營重工 或者三營重工 三營重工和三營電機 那些 三營電機後來都有些問題 有些日本監管那些東西 有獲器的 日本 因為日本有些是 那些報告做得 做得 你知道日本又不是100% honest 日本很多的企業 隱瞞的事件 如果是日本製造工具的話 我會有些擔心 我會有些保留 我不會認為日本做的 百分百安全 甚至你聽到台電 會跳制的事件 都明白 台電的製造工具 很多時候台電就是 台灣製電線 然後就是日本製的製造工具 但是日本製造工具 是不是百分百可教 大家都知道 很多買日本 都有原因的 很多買日本 因為台灣是110伏的 底的系統 那它的電力 那個 規格上是跟美國的 跟美國和日本的 那它買回美日的 制式的 那些設備 也是很合情合己的 香港是歐制的 香港 香港多數就是跟 因為它跟英國的 其實英國和歐陸的分別就是 去 最後一圈的分別 其實 後面的東西 大致上 歐英 差不多 大致上都差不多 所以 香港 不應該發生這些事 不應該 因為香港 電力的管理水平 應該是 或者買工具的採購 其實那個傾向 一向都是跟歐洲的 歐洲沒有事 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 你還要英國 大致上 再說安全係數最高的英國 我不是跟德國 德國有些位置的安全係數都沒有那麼高 但是 英國的安全係數都高到爆 大致 你可以 怎麼說 就是 要放幾條 氛圍在這裡 大致 一間屋裡 牛電斷耗制之後 還要幾條氛圍 荒死 荒死 會出事 但是 很難的 其實 香港很多的牛電士 那些就是很難的 那些很多其實都是跟一些 維修 或者保養不當有關 或者買那些 買那些不行 買中國做的東西 就糟糕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香港的電力輸送的可靠度 這次就 有問題 你這樣 燒了一條 主要的輸電橋 就斷了整個區 那我想問 你的電力回顧是怎麼設計的呢 你的電力回顧的可靠度 還有那個 有沒有一個 redundancy 有時候 有些人說 電力 香港的電量 發電量的redundancy 就毋庸置疑 香港是 實際的容量 只是發電的一半 容量的 capacity的一半 其實 香港的redundancy capacity 就很足 全世界供應 這個 你看看台灣 台灣沒有redundancy 幾乎 你只要冷氣 夏天有冷氣 那些 稍微扯高 整個電網 就很有壓力 但是 香港的電網 redundancy 就很高 capacity 有問題 好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問題 出來了 香港的 那個 parasupply network 那個 那個暴震 是怎樣的 是不是有足夠redundancy 好了 我給它 發電容的 有很多redundancy 有 有 有 火力發電 有很多redundancy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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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 鄉文 收購 太陽銀電 我有這麼多個 好人性 但是 現在電網這麼脆弱 大哥 原來燒那些東西 你買了整個電網 其實新界鄉街 很多是澳天電網 原來這兩個東西 就可以被買了 如果這樣 老實說 你很多的後備供電 就變成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因為這個 這個 網絡的 reliability 的問題 就變成了 你不會短期外解決的 在公眾 也沒有交代 原來 一個不小心會怎樣 整個電網 糟糕了 那 譬如 很多考慮 譬如 新界村 新界村 我真的 highly recommend 你有太陽銀板 太陽銀板 然後 當然 日後就不用怕 如果是晚上的話 其實太陽銀板 唯一問題 就是沒有儲電 或者可能是 風電 怎樣去改善 香港是比較難的 香港 香港始終沒有這麼大的平地 而且香港的風 不是這麼強 你不像德國的風 德國的風 是喪的 德國真的 你不用風的發電 真的浪費 我真的覺得很浪費 因為 德國的風 真的是很大 因為它平原地大 你對那些有平原地大 很大多的國家 譬如烏克蘭 德國 風的發電 是最好的 其實 因為你不會浪費 有些人說 可能會影響小鳥 那些 你看一下 怎樣去設計 那個位置 說真的 是可以解決的 你不是不可以解決的 養小鳥 那些是可以解決的 你不是沒有解決方案的 然後你說噪音 譬如你說風發電 那麼我覺得 未來的風的發電技術 是會先進度的 噪音是會減到最低的 至少你噪音的污染 你怎麼都不夠 炭排放 carbon emission 那麼高 是嗎 但是我想如果對香港 的鄉郊地區的居民來說 我覺得你 你保持有後備發電機 那些是必要的 我覺得是 你沒辦法 因為原來香港的電網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信用 而且這個信用性的問題 都正如我早段 就是我這節節目 早段 你不知道它的設備採購政策 你不知道它的電線採購政策 你不知道有沒有回用 你當香港沒有以前那麼嚴正 那時候 你要假設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的供電網絡的black bone 是不可靠的 有不可靠的成分 至於沒有以前那麼可靠 那時候你就要很多事情 你就要想一個後備的方法 或者譬如你說 暴露電通 其實香港很少停電的香港 你這麼近 和全區敢停發 大哥 神經病 全區敢停發 但是什麼 我猜之後會發生越來越多 當然因為你之後 我猜譬如 香港經濟差了 墨牛的問題 或者很多事情 可能電燈公司 可能有藉口 譬如買中國的設備那些東西 中國設備不行 我告訴你 它那些 電線的銅料 到絕緣的膠 做那些 駁口位的設計 鑄造 那些 那些 你差一點 差一點 即少成多 就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安全問題 這件事 就很多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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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 我這樣看 這個中電 大西邦 火的煉硬房景 是一個 我心裡敲 是一個 警號 我也覺得 大家要 大家要那些 我不會說 跟中國有關 這件事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跟中國的關係 是那些 電癌 那些是他們做的 但是這個是 銀洞來的 但是你就要想 香港電燈公司的管理 或者 政府的監管越來越差的時候 這些怪事 有多無少 不會停 你看這個政府的態度 就知道 這些事件只會越來越多 你說香港的生活水準下降 不出氣 很合一 這個就是我這一集 我給的引説 就是現在 我無終身有說的話 我是一定 告Defamation 我不會客氣的 對這個人 這個人我猜 大家是直接舉報他 也有多少人是真人 我很懷疑 那些真人 我就想知道那些真人 是什麼人渣敗 他 做得孽狗的支持者 我在眼中 都是人渣敗 他 我就先講到這裡 這一集